惊险一瞬间 台铁板桥车站在24号上午 有一名76岁的富人 因为踩空一个不小心掉落轨道 当时在旁边有一名高三的学生看到了 就认为说热台的警示灯已经亮了 跑去通报恐怕会来不及 非常的紧急 所以当下他就决定自己跳下轨道 把富人带到了中间的柱子后方躲避 等待救援 虽然最后是成功的化解危机 但是台铁认为说 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太危险了 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 并不介意这样做 板桥车站2月24号早上监视器拍到 月台上旅客突然聚在一起 不断往轨道的方向查看 因为底下有一名76岁的富人 不慎踩空跌坐在轨道上 这时月台上有一名高三生 当下决定直接跳下月台救人 当时富人是在第二月台 驶车的位置踩空落轨了 而旁边高中生见状了 他当下是判断 躲在这个柱子后面的碎石区 是列车不会经过的地方 也因此他是赶快把富人 搀扶到这个柱子后面躲避 等待救援 张务长的那个办公室 在中间的位置 我觉得是可能来不及了 就是先看到中间 碎石区很安全 就是享受有柱子 然后又左右看了一下 火车车头灯是还没进来的 救人的李同学 今年高三就读永平高中 最后成功救了富人 回想当下自己跳下轨道后 其实不到三十秒后列车就进站了 那张务长是有赶快冲过来 那时候他过来的时候 看得到火车灯了 所以就是也是跟我说就不要动 考量到的就是孩子 他的安全的状况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一大早就把他 请到办公室来 那跟他了解他整个做决策的过程 至于受伤的富人只有轻微擦伤 拒绝送医直接返家休息 而这起事件共影响了五列车四十分钟 列车禁站时司机员预防性煞停 为影响列车行车安全 不过铁路警察也特别强调 不鼓励民众跳下轨道救援 除了会造成自身危险之外 也有可能违反铁路法 建议民众如果发现落轨案件 最好还是第一时间通报台体人员 新北市汐止区有名男客人 一进到法郎就指定说他要减蒋万安头 那么聊到政治的时候 美法师就回应说 他平常没有参与不太想聊 但是男子却是一秒暴怒 头发减到一半 不减了也没有付钱 让美法师非常的错愕 双方都报警 差点就闹上法院 最后客人的家人付钱息事宁人 男子进法郎对法庭要求很抽象 说不要像金正儿头 要设计师照他的方法 简还一边想要讨论政治 形容想要的发心也很政治 说要讲万安头 美法师不想聊政治 也有事一秒惹怒对方 讲没几句男子大爆走投不剪了 说走就走 我在想应该是政治的话题吧 我猜啦 如果有遇到这个话题 我就会败过 说我不清楚耶 我不知道耶 那可能就是这句不知道惹到他 美法师错愕不已 向对方收五百块反遭辱骂 减这样还要五百 我现在等着你 我要出去管理的话 报警 脑子又中 美法师不只被修还被修辱 美法师气到报警 但警方赶到前男子亲友习事宁人 来补上减法费用 减个头发被政治议题缠身 美法师这为难 记者王翔邹宗领 新北采访报道 新北市板桥警分局 有一名攀姓远警 屡屡出包遭到民众提告 他因为偏激的执法过程 多次遭到民众申诉 遭告上法院案件 更是多达了十多届 在过去他曾经压制 酒驾男子的时候 以将近百公斤的身躯 故意地压在民众颈部位置 险害人断气 事后遭到法院判四个月徒刑 赔偿三十万元 而今年二月份 他再度因为乱开酒驾单据 又被告上法院 这回警局不忍了 将他记过调职 列入优先太除远警名单 远警巡逻到一半 看见检方叫车并排 立刻上检取地 可是不能边开车边用手机 远警口气激烈 强势执法 没等对方移车 甚至用倒数的方式 连续开单 你现在要移动吗 问您最后一次 三 二 一 驾驶时在忍无可认 下车理论 短短一分钟时间 就开了两张罚单 一张并排停车 一张妨害公务 你会联系高发吗 民众质疑 远警执法过档 向上申诉 新北市板桥分局经查证 立刻撤销罚单 并陈储证明潘信远警 因为他遭投诉 已经不是第一次 潘信警员 警专三十一期毕业 从警十年 多次遭民众投诉 108年 他在取缔一名酒驾男子时 因为对方入骂远警 他在进行压制时 故意用近百公斤的身躯 强压在男子头部及颈部的部位 长达8分钟 造成对方查点断气 遭对方提告执法过档 事后 潘信远警被罚院判 四个月赔偿30万元 没想到今年2月 潘信远警再度执法过激 遭投诉 民众器的破网表示 自己的亲人 在赶往医院途中 遭潘信远警拦下 认为他有酒容坚持酒测 结果测不出有酒驾 还被潘信远警 硬带回派出所 遭执疑 执法过档 如果说我们发现 他有这些客观的一个事实 我们就会报警检察官 来进行强制的做一个抽选 金板桥警分局督察组调查 发现潘信远警 确实执法不当 民众也气得提告 全案移送新北市地检侦办 警局也不认了 将潘信远警 寄过调理限职 列入优先太除观察名单 记者网上班们忘记 新北报道 欢庆元宵节 澎湖有宫庙 举办了拔杯迎红包的活动 有一名高龄90岁的 郭老先生也来参加比赛 没想到呢 他拔杯是一连拔出了 20个醒杯 打破了庙方记录 这位老先生 曾经担任这间 宫庙神明的鸡童 长达37年的时间 也让民众直呼啊 应该是神明 看到老先生实在是太开心了 才会一直给他醒杯 众人七嘴八舌 对眼前这景象 吃惊不已 因为这位老先生 接过脚杯 轻轻一扔 就是圣脚 几乎声不断 因为老先生 真的超狂 连续直出 20个圣脚 几率超低 已经打破庙方 最高纪录 三个就很厉害 十杯左右有更多 那个花蜜 不是年半 是我们的圣银 才能拔 会这么说 是因为高龄90岁的 郭老先生 曾在这间庙宇 担任主神玉皇三公主的鸡童 长达37年 他在25号回到庙里 参加元宵节 直脚银红包的活动 没想到一口气 直出20个圣脚 可能我们三公主 也是蛮感谢他的 所以当他一直出现圣杯 郭老先生笑得合不拢嘴 他表示虽然两年前已经退休 但几乎还是天天到庙里走动 这回首期超旺 连续直出20个圣脚 不止突破庙方记录 更在地方传为佳话 记者澎湖综合报道